命理乱象 各位 随着时代的进步 网路的一个发达 其实现在在命理 就有所谓新的一种手法 魏与叔你好 这个新的手法是 简单的讲就是 做影片 他所引申出来的这种的情况 那来讲 你们可能会骗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骗 这个也是在在的显示书 所谓的命理的一个乱象 其实也是一种诈骗手法 他现在 在命理上 他们现在要怎么做 简单的讲 他现在分为一个叫搞流量 他分为一组搞流量 这个可能有10人20年 20人 然后每个人搞5个账号 然后这5个账号 他可以提量 所以你现在是不是 有没有看到那种很多命理的短视频 他都是不露脸的 然后都是用电脑AI配音的 然后讲一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从网路上 或者是书上抄一段下来 伸墙怎么样 所以伸墙必须要 ok 来讲 你会发现到 他们都是电脑的一个AI配音 陈建平你好 所以各位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大量的 营销号 然后一个人做5个 10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有10个人 他可能就可以做50个 或者是100个账号 那来讲 是不是流量就会扩出去 他这一边就是专门做流量的 HC 你好 另外一边就是 所谓的算命的批命 那来讲这边批命也有一组 然而这边批命的不见得是老师 各位 他们有流量 然后上面会留一些 所谓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这一些账号 这一些他就会流向到这一边批命 然而 各位你就会知道 他们这一些批命都是网路上的 所以他可能怎样 把你的出生年月日 直接就用到网页上输入以后 copy一份给你 各位 你在这一边你就会发现到 搞流量的跟搞批命的 是两种不一样的 然后等到你发现 为什么怎么给我这一种东西的时候 你找不到了 因为你找这一边 你找不到这一边 你找这一边 各位 他直接就可以给你封锁掉 对不对 所以 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你以为 你可能看到了一个很厉害的老师 可是实际上 你看到的影片 跟实际上在帮你批命的 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团体 当然他收到钱 他就会跟这边去猜账 各位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一直在跟你们讲说 其实 网路上本身很乱 你要不要解 网路上本身很乱 而且 各位 尤其你去看一些 YouTube上可能还好 像大陆B站来讲的话 他现在的命理影片 就不再像以前 封的那麽死 基本上都会过 所以就出现了很多这一种人工AI制作的影片 来讲 因为他们本身就擅长引流 所以他们的流量都不会很小 都满大 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们当然就会知道流量越大 是不是 倍时越大 里面就有比较多的人 会怎样 想要算命 就会流到这一边来 然而 真正给你算命的 又是另外一批 可能他根本不会算命 他可能就是用了这一些 输入到网络 给你的这些网络东西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命理的一个乱象会更乱 你更找不到所谓的真正的老师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说 为什么我都会给你们讲说 在拍影片 你们假如是要做影片的 你一定要 你不要只露声音而已 你要把你的人露出来 让对方能够确定就是你 各位 其实在之前 也有人把我的影片 抓到大陆那一边 然后他下面所留的 那一种联络的都不是我的 所以像这一种的 他都变成是 没办法 像我在帮人家批命都是视讯码 你可以看得到我 你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 你就会知道 是不是我的声音 跟影片里面是一样 可是 当时候他们把我的影片抓去的时候 他在下方 他就改了以后 他们都只能够用文字的批命 也就是说 你假如想要找 这一个老师的话 你一定要问他 能否 视讯 视讯批命 也就是说 你要能够看得到他的 不然的话 很容易会遇到 我们刚刚所讲 他其实根本就不会算命 所以 各位你要记得一件事 现在 网路很发达 每个人都有微信 有LINE 他们都有视讯的功能 你不要说就语音 到底谁跟你 你也不知道 所以 各位 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 现在 技术 这么方便 可是 他反而造就了命理 更多的乱象 因为 更多的人 他可以钻漏洞 明明就不是命理师 但是你看 现在AI这么进步 你随便一段文字上去 他就可以 模仿的跟真人一模一样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影片 那个声音 几乎都是一样的 那个声音都一模一样 那个都是电脑 念出来的 就是AI去念出来 甚至还可以调 那个还可以调声音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你更要确定 因为这个是真的 而且你要看他在你面前批命 否则 各位 以前的算命就已经一堆问题 现在 是不是 出现了这一种的状态的时候 问题更多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 你一定要见到 假如这个命理师不敢跟你见面 我想请问一下 这是什么命理师 他的工作就是要跟人家面对面批命的 结果他不敢跟你见面 他不敢 他不敢让你看到他 各位 这是什么 什么奇怪的逻辑 你能不能够跟我讲 所以 你们要清楚的知道 这一个情况 所以他变成是搞流量的 是一虎 因为这本来就他们的专业 批命的是另外一个 而且批命的这一方面 他们就是不露脸 不露脸 就非常容易出问题 所以 你们假如 在批命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简单的讲 我们是命理师 我还怕跟你见面吗 对不对 很多人都说 老师 你就用文字批命就好 我就说骂神经病 为什么 因为文字批命 你要打字 我才不要 我就直接讲给你 我就写 写在白板上给你看 让你知道是我本 这样子 你就不会觉得你会被骗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说 现在网路非常的发达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你要知道说 既然是透过网路 现在网路 视讯很方便 你就看到 真人 顶多 你看到真人是怎样 OK 你看 看到真人是怎样 可能你会觉得 他的批命 没有像影片那么厉害 顶多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 你假如是很多 不见面的 然后用那种文字的批命 我简单的讲 很多东西一看就知道了 那种东西 你都是到网路上 把八字输入进去 然后 复制连结 复制贴上 点连加而已 你这样就可以赚钱 你这种钱你赚的下去 没有办法 现在人就是这样 所以各位 你就要清楚 在网路上批命 你们要找一个命理师 你们要记得 你一定要看到他 了不了解 你一定要看到他 就算是那一些 不露脸的命理师 就纯粹用讲解的 在批命的过程 他也一定是要露脸给你看 了不了解 了不了解 他顶多是他的影片不露脸 你听他的声音 难道会听不出来说是 是不是本人吗 当然可以 但是一定要让他 要让你可以看到 见得一次面 两次面都可以 就像我 我时常就会说 先看到我 让他知道是我本人 然后 再转到白板 再继续听 我就会说我不重要 最重要是白板 那这时候我可能会换吗 不可能 就是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在这边批 不然的话 当中换人声音也会不一样 所以各位 你就要知道说 要 网路上作弊的行为 很多很多 已经 一堆骗了 结果 现在更乱 所以你们要特别特别的 去防范这种情况 所以像现在来讲的话 更多的命理影片出来 而且都是用AI制作的 各位 用AI制作的 听他的声音 你就会知道 就念的很滑顺 根本就不是人在念的 要不要解 因为我们人在念 他会有停顿 然后高低起伏 可是你假如是电脑AI念 虽然也有这些 你会知道他几乎 你一听就知道 那个就是机械念的 他不会出 我们人在念都会出错 因为你要停 讲话的时候你会停止 你要呼吸嘛 对不对 所以 这些你就要了解 学生 你们要做影片 我都一直在鼓励你们 一定要把你的头露出来 你不要藏在后面 怕人家看到 你都怕人家看到 你当什么命理师 你的工作不就是面对人吗 对不对 你的工作既然是面对人 就把你的大头露出来 就跟老师一样 露个大头在这里 对不对 假如我都不露个头 那我做直播怎样 带个口罩 带个安全帽跟你们讲吗 对不对 不可能嘛 所以 各位 这就是 我要跟你们讲 你要先能够坦然面对这一些的 所以 你把你自己给人家看 你怕什么 你又不是偷 骗 对不对 更何况 我们的工作 就是面对的 所以既然是面对的 怎么可能 我躲在荧幕后面 我只要让大家听我声音就好 各位 像这一种的 我通常 看到了 他的影片内容 绝大多数都怎样 他对自己没有信心 所以他不敢露他的脸出来 而且他的影片的内容 很多水平不到 要不要解 很多水平不到 像我这一种的 我露脸给你看 对不对 我还要跟你吵架 为什么 他妈的 你那个没水平的 你不要在那边给我叽叽歪歪的 各位 就是这种情况 你为什么敢露脸 你对你的水平有自信 那你为什么不敢露脸 怕讲出了人家 知道是你嘛 对不对 所以 各位 在拍影片你就露脸就好 对不对 不要去担心 这个担心那个 等到你的经验越来越好 自然而然 你就不会去害怕 这些什么网路酸 你甚至还要跟他打 要不要紧 所以 这就是网路的一个世界 很多骗子 在这一种情况下 身为一个命理师 你不相信你也不会去想要骗 但是怎么做 会对你是最有利的 这一点很重要 这一点很重要 不要害怕面对了 我问你嘛 你的工作就是面对了 你还害怕面对了 这个工作你做得下去吗 对不对 不是很痛苦吗 所以各位你要记得 这是第一个要跟你讲 命理的乱象 你想要做命理的清流 很简单 露脸 把你的所学教出来 就这样 这是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